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另一个案子 是请你去警局协助调查 王小姐 李宗盛 但是我爸爸他不同意 我就自己在外面开了新的画廊了 谁知道我在出事之前那一天 被我爸爸发现 他当场还打了我一个耳光 因为你很生气所以你杀了他 我当然没有了 他是我爸爸我怎么会杀了他 我跟他吵完架之后 我还跟我的新搭档去了广州 我爸爸出事那天我爸爸出事那天我还在广州啊 我爸爸出事那天我还在广州啊 王小姐 虽然你又不在场证据 但是不可以证明你跟这件事无关 你可以买凶杀人 我们查到在王先生死前和死后 你很急着想看到遗嘱的内容 那份遗产是我应得的 有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是应得的 我是他女儿啊 好 这么多年来 我跟他整个中国到处去 一直跟他一起挖掘一些新的画家 一起去买画 我们赚了很多钱 这些代表什么 是我有眼光吗 他有那么好眼光吗 他眼光好就不会捡那个范晓丽回来 他就 你说你嫂子 她也是画家吗 她算是什么画家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在杭州宾馆画那些五十块一幅的水墨画 卖给那些游客而已 我爸爸说觉得他很有天分 所以申请他来香港 谁知道竟然做了我哥哥的老婆 简直疯了 挖掘画家变成挖掘儿媳妇 爸爸的江山啊 有一半是我打回来的 我那个低能大哥他做个什么呀 似乎你很恨你大哥呀 我大哥就算了 但是爸爸对我还不如对外人呢 你说的外人是谁啊 就是那个神婆玄灵子了 自从两年前 他认识那个玄灵子之后 所有事都不同了 就是那个臭三八 跑来跟我爸爸说 我克我爸爸跟他八字相冲 从那以后 我爸就对我越来越差 无论我以后怎么样陪他陈玉妇也好 总之做什么都好 他只觉得我惦记他的财产 其实说心里话 我只希望他能多疼我一点 相信我一点 有一次 我听到爸爸 跟那个玄灵子讲电话 玄师傅 关于春婚园那方面呢 多少钱都无所谓 我担心爸爸所有的钱都会被他骗光 我也要留点钱给我自己啊 所以我就自己去办画廊啊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 我有这个杀人动机的话 那个玄灵子呢 骨灰刊那件事 我爸爸一说不做 一说要退骨 结果我爸爸就死了 那你们说 到底是我的嫌疑的 还是那个玄灵子嫌疑的 一切合成厉害啊 不过你怎么教都是入门巴士 根本没进展 如果你带我入门见家长的话 就可以学入门之后的新招式了 现在会要挟我了是吧 不听话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觉得我好像 被人包小白脸 包鸭子似的很惨的 什么时候可以高明正大的 牵牵你的手啊 我叫你要先给大哥 留一个好印象吗 最近你大哥经常夸我 说我呢 问话查案的时候 仔细多了 是吗 观察呢也细心多了 不过可惜呢 我们查案的风格 还是不太一样 那你乖嘛 改变一下 为了我们的将来 你一定要照大哥的风格去查案 不然的话 怎么博取他好感呢 是不是 其实博取好感 不一定要在查案方面吧 能怎么样 我最近听Madame说呢 你大哥问一个女相事的时候 那个女相事说了一句话 她就问不了话了 弄得我大哥问不了话 这不可能的 那就是什么话 他说你大哥有个很久很久的心结 心结 嗯 什么心结 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女儿回来了 爹地妈咪 不是说今天要晚回来吗 哦 收工早了 大哥回来了没有 没有啊 你怎么好像神秘兮兮的 爹地妈咪啊 我刚才碰到大哥的同事 他说大哥最近查案很不顺利 问不了话 怎么会这样的 他说大哥被人说中有个心结 还是一个很久的心结 心结 诶 难道是 爹地你知道 说来听听 呃 我 是你大哥的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 什么终身大事啊 妈咪 啊 你也知道了 你大哥拍了几次拖 每次都被女方甩了 所以呢 总是被你大伯母啊 姑妈他们当笑话到处说 这样憋在心里就憋成了心结了 照看好 哦 是是 男人要面子嘛 说起来的确有点像 要是这样太容易了 介绍女孩子给他就行了 喂 千万不要 喂 妈咪啊 我希望大哥他开心啊 哎 这种事情不能急的 慢慢来顺其自然吧 大哥他好像经常不开心 喂喂喂 已经很晚了 啊 你还不洗澡睡觉 明天啊 又叫不起你了 快点 洗澡睡觉 哦 我去年已经批了你今年桃花凶星会照在夫妻宫的三方四正 你怎么能结婚呢 我跟你说了叫你不要结婚你就是不听 好了 现在搞得老公不要你了 我有人在先呢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薛师傅 我求求你 你叫我摆个风水镇吧 我不想跟我老公离婚了 再多钱我都肯花 对不起啊 太晚了 你的钱呢 我没本事赚了 你注定要离婚的 你走吧 薛师傅 我求求你帮帮我 我再多钱也肯花的 上一位 两位可以进去了 他说花多少钱都肯的 你竟然不赚 我跟他说过的 这年之内不可以结婚 他就是不听啊 既然他不相信我 那还找我干什么呢 两位 请坐 那 谢谢 你挺特别的 薛师傅今天来不是为了夸我吧 我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 王振宇先生的事 听他女儿说 他死前正跟你合作搞一个春灰园计划 没错 是有这回事 其实之前呢 我向不少有钱的客人提过搞虎会看生意 例如你之前提过的那位成日龙先生呢 希望能替他们基因德化孽 基因德化孽 很多事情要有舍才有德 搞春灰园计划是提供妻身之所给先人 长期供奉他们 这么做可以行善基福 不知可以给自己化孽 还可以讳责子孙 王行人经常为家世烦恼 又说女儿要自理门户 又说担心儿子将来 所以我就提议他搞春黑园这个生意 这样能够多积点应得了 既然这么好的话 为什么王振宇要退股 也许他想把钱投资在别的地方 又或许他不想再跟我合作了 但是王振宇跟陈日龙先后都跟你搞骨灰勘生意 碰巧他们都想退股 碰巧都被你批中他们有大劫 碰巧他们要都死了 看来你真的很灵啊 如果我不灵的话 王先生怎么会应劫而死呢 王先生的劫会不会因为 他知道骨灰勘的生意账目有问题 或者跟他合作的人有问题 跟着要退股所以被人杀了 如果姚先生你怀疑我的话 我随时可以拿春黑园的账目给你看 证明我没有骗王先生的钱 那么照你所看 王先生的死跟什么事有关呢 找出真凶好像是你们警方的责任 不过我记得 当日我批王先生有个大劫的时候 批文上面曾您提过 提访身边人 你指的是谁啊 我的道行 没有高深道能够看出是谁 不过王先生死了之后 我帮他补了一只卦 卦像显示 杀他的人是他最亲的人 这个纯粹只是你个人的推测 我帮人批命这么多年 也见过不少事 有时候伤害你最深的 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 正所谓无冤不成夫妻 无仇不成婚 雅塞 你查过这么多年案 也应该见过不少 也或者自己也造过孽 这不奇怪 是不是 好了 今天麻烦你了 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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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人那么镇定 镇定得不得了 一切都早有准备似的 全部都有解释 不是啊 听你说 她叫客人别结婚 但是那客人却结了婚 结果搞得离婚收场 听起来真的很准啊 小姚啊你过来 跟你说点事 坐下 你挺好吧 你注定孤独终老 无伴一身 我批得很准的 封死你的乌鸦嘴 千年孤独金 你怎么知道 也许玄灵子是真的灵呢 灵 她的宣传和包装更灵 但是她说的话 我不太相信 问瑶瑟读到什么了 瑶瑟 瑶瑟 喂 怎么样 我是想问你 读到玄灵子什么了 没有 没有 不可能啊 你平时一个表情 都能读到很多试 我知道了 玄灵子太厉害了 你读不到 也许她太漂亮 搞得你什么都读不到了 还是她批中你一些事 所以你读不到啊 你不会真相信 那个玄灵子说的吧 瑶瑟 平时我们看那些运辰书 也是说什么 小心病从口入 捐血可以挡血光之灾 或者行善可以基伏 其实这种事很空泛 一定没错的 那个玄灵子说你造过孽 我们这里 谁没有做过错事啊 这句话 放在谁身上都可以 你不会放在心里吧 瑶瑟 瑶瑟造我什么孽 为我认识的人可以化解啊 聂云还是聂寨啊 怎么了 是不是感情路上有点麻烦 我的聂呢 是要带着一些 好奇心超重 但是经常猜错事的同事 展婷 别放过玄灵子 你们去春会园 看看有什么发现 你们继续跟进手上的东西 做事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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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什么孽呢 跟心结有没有关系 你还问 想挨骂 我是关心上司 关心上司 还是关心上司的妹妹啊 不知道你说什么有病 你怎么知道 很明显 那倒不是 是我观察到你的微表情 总之呢 就你知道 别乱说 这是我的秘密啊 怪不得那么关心姚瑟的事 原来有人想走大舅子政策 是这样 认识那么多年 帮帮忙忙了 什么心结啊 什么孽啊 到底是什么呢 别说你了 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姚瑟的心结是什么 他最近为了这两个字 经常失魂落魄的 如果我们能帮他的话 对我们这一组也有好处 来了 阿世儿 妹妹 不好意思 我有事出去了 要你们等得这么晚 没关系 我们是西九龙重案组 你就是这里的陈经理 是啊 多多指教 谢谢 不知道有什么能帮两位呢 我们在查王振宇先生的命案 有些关于他的事想问一下 王先生死于非命 我们都很难过 听说王先生也是这里的股东 没错 我们还有其他很多股东 其中一个大股东 是不是玄灵子 玄师傅是带头搞春徽园的人 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大富豪 社会贤达也是这里的股东 为什么要这么多股东 春徽园的工程非常庞大 共分为四期 现在你们看到的只不过是第一期 以后会发展第二期第三期 这里发展前置非常好 所以需要的资金相当多 怪不得玄灵子要积极找一些富豪了 工程越大就吞得越多吗 王先生有没有跟其他股东 发生过争执 王先生平时很少 跟其他股东有接触的 很多股东只是负责出钱 其他的事都由玄师傅来安排 比如玄师傅提议 王先生建个亭可以积符 王先生就立刻在后园那儿 买了个位置 准备建一座画叶亭 画叶亭 王家不建的那幅画 不是叫千江画叶图吗 陈经理我们能不能去看看 就在那边诱拐 我回办公室做点事 你们自便吧 谢谢你啊 陈经理 来 这么晚还有人来烧东西 小姐 站住 警察别走 看到车牌了吗 跑这么快一定有鬼 看他烧什么了 叶图 会不会是 法政那边查过了 画的墨迹还有纸质 有五十年的历史 跟周淮和画的千江画叶图 时间吻合 我们也拿去给一些书画名家看过 他们说无论笔记和画风 都跟周淮和的千江画叶图很相似 这幅很可能就是千江画叶图 那这幅是真记了 偷着拿出去卖就行了 何必烧啊 看来真的是有仇了 如果有仇的话 随便找个地方烧就行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王振宇 想建画叶亭那个地方烧呢 千江画叶图 画叶亭 为什么王振宇他喜欢用画叶这两个字 是不是王振宇他很喜欢千江画叶图这幅画 所以建亭子也要用画叶这两个字 我不会排除这个可能 在一个跟王振宇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烧一张王振宇很喜欢的画 我觉得这个女人是在那儿记王振宇 那么晚去骨灰勘记王振宇啊 还是用上百万去记的 咬损是怀疑王振宇因为退骨 使玄灵子动了杀鸡 那么会不会是玄灵子内就 碎烧画记王振宇呢 我查过了 玄灵子事发当时正跟人吃饭 通知他家人没有 我们已经通知了曾经报警说 不见了这幅画的王佩文 不过他一直在广州看画展 现在甚赶回香港 一会儿我们会先跟王小冬谈谈 女士 王先生 王先生 谢谢你合作 听你的同事说 你们找到那幅画了 画在哪儿 请你确认是不是这幅 青江画叶图怎么会烧成这样啊 这幅画是我爸爸最喜欢的 我一定要追究 上星期三晚 我们在春徽园的画叶亭 就是你爸爸出前见的那个亭 我们在那里发现一个女人 她正在烧这幅画 可惜被她跑掉了 你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是谁 会不会是我妹妹啊 她偷了画之后 又怕被人查到碎烧画 我们查过 王小姐星期三晚 正在广州看画展 上百万一幅画 现在被烧成这样 谁这么缺德做这种事啊 未必是缺德啊 也许烧画那个人 是想继你爸爸的 继我爸爸 那个女人是谁 不知道不清楚 那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爸爸要见画叶亭 我不知道啊 那幅画已经烧了 算了我不追究了 你不追究 好 上星期三晚上八点左右 你太太在哪儿啊 她整晚跟我在一起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真的肯定她跟你在一起 是啊 王先生 你冷静点 坐下 我寻礼问问 王先生在这儿等等我们 很快回 姚先生 姚先生 脾气很大 不止脾气大 态度也很矛盾 就是啊 一会儿说追究 一会儿又说不追究 想怎么样 因为她隐瞒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注意她的手 会不会是我妹妹啊 王小冬 开始认为是她妹妹做的时候 她就摆出一对塔状手 塔状手 两只手摆得像一座塔一样 是极度自信的表现 但是当我们证明到 可能不是她妹妹做的时候 而烧化未必是因为复仇 而可能是有人想烧化来祭她爸爸 你们再看 她的塔状手慢慢瓦解成为祈祷之手 祈祷之手 是一个人信心开始动摇 甚至是心里边开始怀疑 才会有这种表现 怀疑什么呢 她怀疑一个人 她怀疑可能就是那个人做的 她把两个大拇指藏在了手里面 就是信心极度低落的表现 因为她越来越相信 真是那个人做的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就把手放在桌子下 把手放下去 是因为她有所保留 她真的有事隐瞒着我们 当时你卷在问的 是问她老婆在案发的时候 到底在哪儿 她很大反应地说 跟老婆在一起 甚至想翻桌子 难道烧化的人是她老婆 当我们问到上个礼拜三 她老婆在哪儿的时候 她想都没想 就是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我也觉得奇怪 她想要跟我在一起 你们看看这里 因为这个干什么 当时她很激动 好像想做些什么 其实我们差一个突破位 就可以找出真相 她老婆在等她 要不要问问她 不用 送王小冬回家 老公 怎么样 爸爸最喜欢的千家画画园图没了 算了 回去再说吧 走吧 王太太 请问你上个礼拜三晚上 八点至九点左右你在哪儿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 我老婆整晚跟我在一起 你还问她干什么 我有同事在春徽园 看见烧化那个女人的背影很像你 王太太你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转过身来 别放我老婆 你住手 不要啊 老公 不要 不要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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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手 放手 老公 别这样 放手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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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给打紧茶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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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 он 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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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你收起来了 为什么你烧了那幅画 那幅画很贵的 那幅画是我公公最喜欢的画 如果被我小姑子得到 她一定会把它卖了 公公是我的恩师 是她带我来香港的画坛发展 我才能有今天的安乐日子 公公死了之后 我每晚都梦见她 我知道她心悦未了 所以我才把画烧给她 小姐 表婶 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 千江画液图被人烧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谁干的 你们查到没有啊 是你啊 竟然是你啊 你是不是疯了 你烧的是周淮河 花叶十三画图里的画叶图 三幅一起 我可以卖五百多万哪 你现在烧了一幅 另卖两幅我怎么办哪 你是不是上辈子跟钱有仇啊 钱 钱 钱 你这个人就知道讲钱 艺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我不用钱我用什么呀 你跟我讲艺术 你懂艺术吗 你有资格讲艺术吗 你 我什么 我爸爸傻才会花心思在你身上 结果呢 不一样浪费时间 要不是你有几分姿色 骗得了我大哥 你现在还在路边卖水墨画 你别走 你别走 那幅画怎么办哪 王小姐 既然那幅画找到了 你要去警察局削案了 削案 都削了还削什么案哪 那个范晓丽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看不见她有什么隐瞒 她可能真的烧那幅画记王先生 嫂子说小姑子贪钱 小姑子又说嫂子靠姿色骗她大哥 真是复杂 有多复杂呀 女人努力工作是为了生存 女人嫁人找长期饭票 也是为了生存 很正常嘛 但最不正常的就是范晓丽 好好的没事 商量幅画干什么呀 她已经说了 要了她公公的心愿 所以用画记她公公王魂了 记归记 可以偷偷地记嘛 你听到她财幅画值多少钱了 三幅加起来值五百万了 别老顾着说钱那么识快了 可能范晓丽是她公公 艺术上的知音哪 有没有听过古时有个典故叫 薄牙碎琴啊 有 经常听 不过我不记得了 你再说 就是上学时也经常听老师说了 于薄牙是古时的一个人 她弹琴很棒的 当时有一个叫中子齐的人 能听得出她真正的心意 但中子齐没多久就死了 于薄牙觉得这个世界上 再没人懂得欣赏她的琴声 于是拿着她最珍贵的姚琴 在中子齐的坟前摔碎的 后来人们就用薄牙碎琴 来比喻知音难求 为了一个知音 多珍贵的东西都可以牺牲 怪不得范小丽啊 连这么贵的话都肯牺牲了 她跟她公公一定是知音人 有人胃也更好了 这么肉麻 别人看见多不好自己吃了 哪有人啊 都走了 要亲吃现在快亲啊 你想得美啊 很痛啊 还受得了 为了救你大哥 腿断也值 别这么说 不吉利啊 到底今天呢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发 谁 行了 我帮你啊 舒服多了 今天呢 有个疯子在警局发疯 想要你大哥命 我当然扑过去救他了 我想用背胯摔他的手 我没想到他会琴拿 一下抓住我的手腕 差点扭断了 断了 差点 差点 不过真的有点疼啊 帮你揉揉啊 谢谢 上点 顺点 顺点 行不行啊 行行行 谢谢 跟着呢 他还双手掐着我的脖子 差点断气了 好啊 现在怎么样 看看看看 现在那倒没有什么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从脖子一直痛到腰那里 很痛啊 是啊 帮你松一松好不好 是吗 好好 这样不太好意思吧 喂 又说手差点断了 还能玩转笔 你说谎啊 哦 不是不是 有点无聊带来看看而已 说实话今天真是拼了命救你大哥 让他对我有好感 就能啊可以快点让我们的地下情 公开啊 不知道你说的真的还假的 真的啊 不信你问你大哥 顺便问问 让不让我们拍拖 喂 不要 不要 当我信你了 OK 但是也要解开大哥的心结嘛 还要解啊 那才百分之一百保险 你不想吗 想 那就乖了 哇 该走了该走了 哦 这么快 你不是拼了命吗 不累吗 早点休息吧 最多明天带早餐来给你吃 好了好了 早点来啊 行了 早点休息哦 拜拜 小心点啊 好 喂 腰色 什么事 你没事吗 没事 再休息 我来看看你 不用特意来了 不要紧哪 我到了医院了 电梯已经到了 就这样一会儿见 噓噓噓噓噓噓噓 干嘛追出来啊 惦记我 你大哥来了 想把我吓回来 谁信你啊 快回去休息吧 他正坐电梯上来啊 没错啊 不于 我今天特意来干个男同事的 但是呢 我来了才发现原来他出院了 那么接着我又把耳环掉了 今天真是倒霉啊 你跟谁讲电话 没人哪 那你哪儿是电话 不是啊 我打完电话 就发现原来我掉了耳环 我想这样可以引起我的记忆吗 对不起不好意思 是不是这个 耳环在这儿 终于找到了 谢谢大哥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同事嘛 那你慢慢看 我先走了 喂喂 跟我一块儿去看看他 你这么倒霉一会儿坐我车走 跟你一起 不要了 很快的嘛 又不认识不太好吧 你认识李贤嘛 来吧 不要了 李贤 大哥 喂 姚瑟 喂 不好意思 太厉害了 咪了一会儿 不好意思 李贤 贝儿 你也来了 是啊 我碰巧遇见大哥了 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 小事而已 叫了姚瑟别来看我了 还说小事 猪什么事了 今天有个正式发疯啊 打到连表袋都打断了 已经修好了 打到连表袋都断了 好 谢谢先生 要不是李贤哪 住院那个是我呀 真的 掐着你的脖子 差点断气 你没事吧 差点断气这么恐怖 幸好姚瑟你说了 不然别人以为我胡说的 怎么会呢 今天这么多人看见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你 应该的 最重要呢 姚瑟没事 对了 案子怎么样 案子你先别理了 王太太 谢谢你不告他老公 多休息吧 不好意思 我今晚一定会多点休息 明天吃个好早餐 养好身体嘛 好心有好报的 你一定心想事成 不妨礼你休息了 大哥走吧 不妨礼你休息了 好 早点休息啊 拜拜 拜拜 干吗这么急着走啊 什么 你的同事说累了吗 人家要睡觉 你就让他睡觉吧 还这么不懂事 留在那儿啊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啊 大哥 人家为了救你 当然要对他好一点了是吧 说实话 人家拼了命救你 你以后要对他好一点 就知道 不过我没有想到 李贤那个人 以前不是这样的 有什么事都爱跟我争 不服气 现在他 开始变得很细心 又肯虚心学 又肯认真问 如果他这样的话 将来很有前途 来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大哥 你当然开心了 今天你差一点进医院 现在有人替你挡了灾 你又交出了一个这么好的手下 那我也替你开心嘛 简直是双喜临门呢 那你不开心吗 开心 但是你比我更开心啊 你平时绑着个脸 难得你这么开心 我当然比你更开心了 是不是 开车了大哥 嗨 怎么一起回来了 没有碰巧遇见吗 哇爹地 你干嘛张这么大嘴啊 苍蝇飞进去了 醒醒啊 不是吧 哪有啊 女儿逗你呢 叫你回房间睡 你又不肯 就是啊 我又不是小孩子 干嘛等我啊 哎呀 我也是这么跟你妈咪说的 她就是不听 我知道在这陪着她 我熬了汤啊 怕你们两个又忘了喝 我现在去把汤热一热 不用给我 乘给大哥就行了 为什么 我明天一早要去开会啊 所以要早点睡 爹地 快点刷牙洗脸 你嘴边还有口水呢 来哟 不是吧 逗你玩的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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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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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儿是怎么了 啊 很少看见她说明天要早起 还那么开心 一个人越开心呢 就会又蹦又跳的走路 这叫做快乐脚 是吗 你最近有没有 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她啊 有什么变化 贝儿呢 我就没注意 但是我反而注意到你最近好像很不开心 我 有吗 我最近看见你啊经常捧着脸又不说话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憋在心里啊 是就跟老妈说别憋出病来 妈 你信不信孽这种事啊 那无仇不成父子啊 为什么突然问这些事啊 没有随便问问吧 你还记着当年那件事啊 你真的有点心神恍惚了儿子 其实那件事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你要记住 那件事是意外 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造的孽 怎么会不是我的错呢 如果我不调皮要喝汽水的话 爸就不会上船就不会死了 这些是天意啊 如果老天要你爸死的话 就算不是你叫他上船他也会死 为什么你还要憋在心里不能放下呢 我也很想能放下 但是总是想着玄灵子跟我说的 我有个心结 而且这个结可以解开的 别信这些事呢 我本来是不信的 你还记得廖美诗吗 他跟我说过 他说他在美国见过爸爸的 他是个过目不忘的人 他不会骗我的 如果爸爸真的没死的话 就是说我们有机会找到他的 哪有这种可能啊 整只船都炸碎了 人怎么会没事呢 再说如果他没事 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呢 不开心的事就忘记他吧 应该像电脑那样删除掉他 圆尽就算了吧 再说你爸连累的我们还少吗 老爸哪有连累我们 他不过生意失败 留下笔债给我们呢 也许你会觉得妈无情 但是人总要向前看嘛 怎么能老是想着以前 停留在以前呢 我知道你爸很疼你 但是你不可以老想着以前的家 多开心 你就不懂得珍惜现在啊 这样吧儿子 如果你真的想开心呢 索性自己交个女朋友 自己组织个幸福家庭 快点结婚生子好让你抱孙子是吗 我是说真的 我也是说真的 你不是熬了汤了吗 熬了什么汤啊 铃鱼炖粉葛 棒 我要大碗的 谢谢 玄师傅啊 瑶瑟有事想见你 请他进来 坐啊瑶瑟 千江画叶图已经找到了 你还有什么事想问我 你怎么知道 很少是我不知道的 何况那件事发生在 我有份参与的春徽园里 我来试问画叶亭的事 王振宇那么喜欢千江画叶图 建亭子都叫画叶亭 但是那个画叶的叶 不是树叶的叶 是佛书里面造叶的叶吧 是佛书里面造叶的叶吧 第二位 钟 一笔 二笔 是唯一 是指振 姚思儿 你是不是还有事要问我 我有点私人的问题想问 查案的事呢 我可以帮警方协助调查 但是如果是私人的事 我要收钱的 而且价钱不便宜 没问题 可惜我的预约 已经排到半年之后 不过看向这种事呢 要讲缘分的 我觉得我跟你姚思儿 很有缘分 如果你真的很着急呢 今晚吃饭的时候 我可以拿出点时间 跟你聊聊 姚思儿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一个人 男的还是女的 男 今年应该 阵上砍下 雷水姐 什么 雷水姐是什么 有转机 有转机 就是说 可以找到这个人 这个人 之前遇到的事 一定是极度凶险 九死一生 是 雷水姐 上一卦是水山迁 是一个极度凶险的卦象 但是如果不经过它 你就到不了雷水姐 这一卦的金钥 就是个解字 卦里边有春雷大作 大地解冻 欲困难可解 有生机的意思 有生机 就是他还没死 那他在哪儿 李西南 他在西南方 后来我去了纽约读high school 有一天在地铁里 我看见一个男人 很像你爸爸 西南就是美国 不可能的 如果他没死 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找你 也许他找你的时候 有点麻烦呢 你这么紧张他的生死 怎么知道他不紧张你呢 就是说他找过我 我没这么说 我只是照卦象来解 不过正所谓心诚则灵 如果你真的诚心 想找到他呢 就算天涯海角 你也会找到的 如果不是呢 就算近在咫尺 也可能见面不相逢 你只想从不同的途径 都了解这件事 我所说的话呢 你不需要尽心的 谢谢 在迷惑里测远 看着谁在满天 最终发现 故事脱着我预计发展 虚伪面目 无论装得再好 心中还是有数 方话就是 无论天得再好 总捉到你的路 这样用力逃避 一种眼神奇 实你已快乐 不靠着情报 过多可看多 假如罪恨 谁在掩饰也好 心中还是有数 虚伪面目 无论装得再好 偏偏欠缺心度 这样用力逃避 一种眼神奇 实你已快乐 不靠着情报 你心虚没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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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